好我們來看一下幾個這邊呢 其實老師在做簡報也好 平常工作上有一些其實很不錯的工具 方便您做的 那我剛剛有把我們這個錄影的 我有稍微幫他降級一下 這裡有一個1.88的 因為我剛剛發現2.05好像他現在又變成就是試用版 試用版所以老師您待會呢 你可以下載一下1.88這個版本 1.88這個版本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老師您在做簡報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我的 是不是常來都在裡面在螢幕上繪圖 老師有沒有用過這樣的工具 這個是哪一個 是這個 叫做 好這個 這個 這個是免安裝的 免安裝的 所以 您如果待會他這一個程式執行過之後再下一個 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那 就可以用 這是 如果老師您比較常用 就是電腦 做教學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用這個 因為 你可以寄簡單幾個快速鍵 那就可以很快就化了 那如果您覺得這樣子 還要寄快速鍵 太麻煩 我有幫老師準備一個 叫做 虛擬教編 跟這個 Point to fix 那Point to fix 這個我先給老師看一下 這個 您把它解壓縮之後呢 解壓縮之後 事實上裡面只有一個程式 有沒有 只有一個程式 那執行了之後 在這邊 我先按右鍵 選項 預設的話 我要畫 畫螢幕上的畫面 就是Ctrl加2 大部分我都是照 原來的那個快速鍵喔 Ctrl加2 那如果您是要做放大 就是Ctrl加1 所以您可以看到 把這個關掉 Ctrl加2 裡面就直接化了 對不對 那您要直線可以按出續騰 這樣會比較直 好 甚至是圓啦 它都有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清掉的話 就按 Elaser 我們鍵盤 英文的Elaser 橡皮叉 ABCD的1 鍵盤上的1 就清掉了 好那如果你要換別的顏色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老師會的英文 顏色字母 叫出來就會了 黃色 R對不對 Red 有沒有 然後藍色的 Blue V嘛 再來呢 Pink P Green G 這樣要還有嗎 黃色Y 比較常見的大概這幾個 應該就夠了吧 這幾個 那如果說您這樣的狀態下 也可以按滾輪喔 你看我發出滾輪 有沒有放大就縮小 對不對 不過我平常 不太會 特別展示放大縮小 我要就直接放在那邊了 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您是這樣這樣這樣會投影嗎 老師只是覺得這樣比較炫而已 哈哈哈 所以通常我的心情是這樣 假設我今天 我要放大的是這一塊 我游標會先到這邊來 有沒有現在直接Ctrl加1 有沒有就把這個位置放大了 那我確定好這個位置之後我稍微移動一下 確定好之後按下滑鼠左鍵 它就進入會底的模式 畫圖的模式有沒有 這樣比較不會投影 那你要離開的時候可以按鍵盤上的ESC 就離開了 這是如果您覺得說我自己有快速鍵沒有關係的 可以這樣用 如果您覺得阿G快速鍵 太麻煩 就麻煩您試看看這個吧 有一個叫做point to fix 這個 如果你會得穩的 一個檔案就好 不會得穩的多一個翻譯 點開 這都不用安裝 而且是免費的 那有沒有看到右上角一個開始 點點站在那 你就 開始 有沒有 像我們現在政論節目 財經節目 上面 啊你買什麼顏色 你就自己 握下去就好了 對不對 那嫌自己箭頭不好看的 就告訴他用這種箭頭 那 如果不要的你就按垃圾桶 就清掉了 對不對 如果你要 同學看一下我們現在這個網址 還是說這個項目用勾這裡可以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那你不想用的你就按離開 他就恢復正常了 就恢復正常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式 就是說 您如果覺得氣快速鍵 我可以接受的 用到那個方式 那不能接受 用這個也很方便 不需要說一定要搭配所謂的電子白板 電子白板只是一個載具嘛 那我們有這樣的工具之後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兩個您可以參考 那麼 剛剛這個錄影的程式呢 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 您把它下載下來 就可以像這樣 像我現在就在錄影的狀態之下 那預設的話呢 它就是 非商業性使用是免費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 這裡 我現在用的 1.88這個 有沒有 這個是 是Free的 Free的 免費的版本 那麼 您在錄的時候 預設呢 錄就是 你把它 因為它本來是NP4 如果是商業版 可以錄NP4 那 如果非商業版 我們就是錄成API就好了 那你可能老是會有人疑問 錄成API 檔案很大嗎 當然不會 因為重點不在於 副檔名 不在那個格式 而在把壓縮的方法 壓縮方法 等一下我把這個停下來給您看一下它的壓縮 它用的是 這個我們一般標準的那個 FH.264的 這種壓縮格式 所以這樣的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造成它檔案事實上的很小 你看我們剛剛從早上上到現在 我們錄了幾段了對不對 你看進來 從這邊 我們錄了這麼多段 有沒有發現只有這一段 跟這一段講比較久嘛 時間長度這個是大概 八分鐘九分鐘 所以比較長 是不是二十幾MB 這樣也不會太誇張嘛 整段其實大部分啦 其實我平常上課上完 上下來的話 大概是 一兩百MB左右 就是兩三節克左右 那 我也順便給老師看一下 其實平常 我現在上課的話 都會 可以搭配這個翻轉學習的 玩弄翻轉學習 那 讓同學去看以外 我們還會有一個 就是 數位學習平台的網站 我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沒有在這裡 讓我們會搭配像這樣網站 我上課 除了教材 通通就在線上以外 在這邊還會有這個錄影 哪一週上什麼內容 同學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隨時也可以回去 萬一他的技術性缺席有沒有 哈哈哈哈 這麼冷的天氣 因為不方便來嘛 就 回家自己看啊 對不對 好那 其實後來我影片 我都放YouTube上 所以其實 不管是他從YouTube上 還是直接從我們 學習平台下載都可以 你也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錄下來 有沒有都不會很大 這樣的話其實 學生使用上 其實對老師也是有很大的幫助啊 好那我想 我先把換個環給 您可以稍微試試看 我們剛剛介紹幾個 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那個 螢幕的畫圖 對不對 再來就是這個 錄影的 您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我們可以稍微看 我們可以稍微看